从空白画面中可以看到水坝被炸毁溃体后 洪水不断从大坝涌出 乌克兰南部在当地时间6号 一座受到俄罗斯控制的大水坝遭到攻击 俄乌双方互相指控是对方炸毁水坝 而这座卡科夫卡水坝同时也是水利发电站 位在新卡科夫卡市 供应克里米亚岛的水源 也提供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冷却用水 而核电厂同样遭俄国控制 联合国核子监督机构国际原子能总署 也正在密切监控相关情况 而根据外媒报道 已经有24个村落被洪水淹没 重创附近区域 乌克兰当局更表示 预估有4万人需要撤离 更有150吨机油流入地孽薄荷中 势必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为此联合国更紧急召开会议 表示虽然无法证实水坝遭毁坏的原因 但也强调数万名已经在乌克兰战争前线的人民 面临人道经济和生态的三重灾难 并呼吁必须停止针对平民设施的攻击 有些新闻给养报价科变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